第一段時間給我的感覺是有一點點維持的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好看的 Full Lace Top 適合我剛才也說 很nice 但給我一種感覺是很溫柔 所以不但很高貴 很優雅 很優雅 這隻雪白色 白色來說我覺得是穿得好看 因為它本身的Skin Tone 是可以高於這隻白色 令它更加白裏 透紅 更加迷人 比較nice 一點我們所謂casual 或者nice 一點的波架 但也是非常漂亮的波架 我都說了Full Lace Full Follow & Borrow的設計都很特別 看上去也穿得很elegant 也很feminine 很想知道究竟是拿什麼手袋 橄色的手袋 或者白色的手袋 我相信 甚至一個粉藍色的手袋 我相信會非常好看的 其實我蠻喜歡它這一套的 所謂新款的 或者我們稱為edgy的Texito 如果沒有了這個 後面的那個 那塊 lower bed cape的 在後面就好像一個curtain那樣 好像一個窗簾 甚至一個桌布那樣 要配搭啡色的 或者Toffee Brown的手袋 其實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給我選擇的話 我反而會選擇黑色的 真是我們叫做dress shoes 那為什麼呢? 因為黑色的dress shoes來講 配搭Texito 可以將這個藍色 甚至這個白色來講 帶得更加好看的應該 好 對不起啦 Right away 我就不太喜歡這次的這套 女裝的西裝 雖然那個顏色是很搶藝 也很漂亮 它也用顏色來講是很配搭它的skintone 但是呢 這套西裝大家都看到了 是way too big 這個look來講 給人呢 他也是很大啊 You know, it's too bulky 原來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根本這套西裝是不適合他的 Falling 又有這個美化的設計 我覺得是很高貴 這個白色來講 顯德斯夫之後 令到他的膚色 就是帶不出他最漂亮的那一面 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分沙一樣 btw 那變成如果你是出席的 Formal Event來講 可能會有點怪怪的 那可能下一次呢 就會穿另一隻顏色會更加好看